大家好,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Honda新世代的HRV 那HRV這台車其實在2021年的時候 他們在東京就發表了 那發表的時候,我坦白說我要說一句對不起的話 就是當初看的時候,我覺得這台車怎麼長得這麼普通 以HRV來說,我覺得它不應該是這麼普通的東西 因為它是一個跨界的產品 所以它應該有一些魅力在 我今天看到實車,我個人覺得對不起,我不應該說它不好 因為它其實造型真的還蠻有它的特色 尤其是車頭 因為現在的LED技術,所以它車頭的 你看頭燈的造型是比較扁的 然後再來是水箱護照的部分 它就擁有一些比較多的一些改變 我們看到這台車呢,它是Prestige 這一次HRV總共推出兩個車型 一個是S Plus,一個是Prestige Prestige是比較高規的版本 大家可以從水箱護照看得出來 Prestige的水箱護照是銅色 那如果你今天是S Plus的話 它就是黑色的水箱護照 今天它還有展示一台 那台車上面是配件版本 就是還有那個亮亮的感覺比較華麗 那就是另外選的 不然的話它就是一個黑色的水箱護照 然後我們從側邊看的時候 可以看到就是它的造型 應該這樣講就是在方正之中 導出了所謂的跨界的概念 這樣講非常的籠統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像這個東西 所謂的防刮飾材 那這個就是給你比較跨界的概念 其實在上一代的HRV 我個人覺得有一個很特別的特色 甚至於有時候你坐計程車 你會看到有那種計程車 或是Uber或什麼之類的 它就會還專門貼一張貼紙有沒有 門把在這邊 因為大家找不到門把 剛好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來,門把在這裡 這個其實在上一代HRV 它也是這樣的設計 那這樣的設計呢 讓它整個造型上 我個人覺得是比較特別啦 所以大家這個世代也保留 然後另外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後面車尾的這個線條 其實稍微斜削 然後尾巴帶一點 有點小鴨尾的感覺 大家看到車尾燈組的部分 它其實是LED的一個版本 那加上貫穿式的尾燈 整個造型我個人覺得非常的好看 LED就是透過這些線條 然後再搭配它 我們剛剛講說像小鴨尾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造型特點上是非常的豐富 那另外一個就是從車側看 大家會發現說尺碼感覺上比較放大 那對於空間的運用當然也是非常的出色 大家也知道它有所謂的MM思想 空間的極致運用 包含了裡面的座椅 我們等一下會帶大家去看 但既然講到便利性呢 電動尾門這也是必要的 這次一樣有配備電動尾門 然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這邊有一個就是walk away 就是當你拿著鑰匙的時候 你按這個 然後你離開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關上這個 車門的部分 走走走 它有沒有關 對 因為我沒有鑰匙雖然沒有關 但是 好啦 基本上它還是自動關起來了 好 我們等一下進車室內 那 要戴手套 因為防疫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帶大家進去車室內看看 好 我們現在進到車室內了 那 新世代HRV它的幾項產品重點 當然我覺得這也是跟市場的取向有關係 大家想 就是幾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行動智慧裝置的串連 就是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有 然後再來是手機無線充電裝置 有 當然就是Prestige才有 S Plus沒有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最重要也是 我想這一次是這個世代HRV 最重要的一個東西就是Honda Sensing 那Honda Sensing其實在 小改款 就上一代小改款的時候 就應該有許多消費者就很期待說 會不會有Honda Sensing的導入 甚至於說部分的Honda Sensing就好 但實際上呢 台灣市場當初小改款的時候並沒有拿到 所以比較可惜 也造成它在整個銷售端 沒有那麼搶眼的一個表現 那這也告訴我們這一件事情就是 新世代的HRV 第一個Honda Sensing它有了 然後再來是空間的運用它也還是有 包含了Ultra Seat 然後它的後座的打平之後的平整性 我覺得這個都是高的 所以整體來說它在整個配備上 實用性上我覺得都是有一定的優勢 那再來是呢 Honda在SUV市場上的名稱算做得不錯 所以它一直是 算是國產SUV裡面的龍頭 前幾個龍頭 我想這一次新世代HRV消費者 比較在乎的另外幾個東西就是 這一次並沒有hybrid油電的一個動力單元 eHEV並沒有導入 那一樣是所謂地球夢科技的動力單元 1.5升的自然進氣引擎 然後它是121匹的動力數據 這個數據其實跟Fit的汽油板是一樣的 然後搭配的變速系統是CVT 這一次只有這樣的一個版本 那許多消費者可能會好奇說 是不是後續會再導入 那我剛剛也大概跟台灣本田的人稍微聊了一下 很有可能在小改款的時候才有機會導入 不代表會喔 然後因為這跟整個市場的布局 還是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消費者可能還是要再稍微等待一下 就是如果你想要eHEV動力單元的話 那另外一個就是 它這次只有一個動力 然後兩個車型版本 S Plus跟Prestige 目前它並沒有公佈所謂的預售價格 那在經銷端也還沒有價格的推出 但是它已經開始接訂 所以如果在5月底6月初的時候 他們如果有公佈價格 我覺得價格會是最關鍵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畢竟希望說 所謂的年售目標是1萬台 那1萬台大概每個月就是 8、900輛的一個水準 所以我相信 如果入門的價格設定在差不多 84、85左右 應該會比較有機會 再達成這樣的一個設定吧我想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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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